热油下鍋 放入水煮蛋 豆豉 蒜頭 辣椒 大火快炒 撈起立竿後再反覆油煎 這道湖南金錢蛋 是最新入選米其林必比登的餐廳 向子龍家常菜的招牌菜色 像黎明他有時候來 他要點兩攤湖南丹 這個店已經開了34年了 就得到一個這個 那我的觀念你們至少 我的餐廳的程度 應該是有新奇的程度 今年必比登名單 總共有六間新入榜的台北餐廳 有主打經典台菜的 飲食家金賞軒松竹園 另外還有印尼華僑開設的磐石房 以及鄉立御膳食堂 只不過網路上查詢已經暫停營業 是否因為疫情而歇業 不得而知 殘連三年入選的藍家掛包坦言 受到必比登肯定是後疫情助力 很開心 今年我又殘連第三年的 米其林必比登 那這個必比登是一種肯定 對我們的生意當然會有幫助 像萬華華西街就有三家超過40年老之後的必比登小吃 兩度殘連的小王煮瓜 和2020年新上榜的原房掛包都電修超過兩個月才付出 米其林只能聽到了我們台灣人的心聲 第四年他已經開始在接地氣了 而且今年呢我覺得他真的是海納百川 而且呢今年呢他把台灣的在地食材特別的把他烘托出來 米其林必比登這會把台灣歷史悠久的老店挖掘出來 店家也希望趁著光環加持 補足疫情時期的損失 TVBS新聞黃國民李玉涵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